我划了他过去一年的IG、Facebook、YouTube等三个平台 那一年的商业合作内容产出高达210篇 这个数据真的是十分的惊人喔 你可以观察到这两周还是有一些厂商的商业合作继续进行中 无论是FB或者是IG的限动等等 虽然数量上有变少 可是厂商并没有跑掉耶 这到底是为什麽呢? 原因很简单 这些厂商在形象、流量还有带货能力当中 他重视的是带货的能力 你可能会很好奇啊 王思佳在事件之后他还有一样好的带货能力吗? 诶!答案绝对是肯定的 带货能力还是很好 你可以这样理解 你去菜市场买菜 大家可能都觉得 这个老板呢可能个性不太好 他亲戚朋友都不喜欢他 可是他的货品质就是很好 价格也很公道 对于这种老板大家会怎麽处理 大家会一边骂他一边跟他买 王思佳网美假包事件 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星期 很多的民众真的很好奇 为什麽不讲清楚呢? 为什麽不道歉? 付出真的好吗? 难道对他真的没有影响吗? 我们把这些民众的问题整理 考虑进来进行分析 这一集我们就来了解 假包事件 对王思佳一年的经济损失有多大 首先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王思佳一年有多少的商业合作 我划了他过去一年的 IG、Facebook、YouTube等三个平台 他一年的商业合作内容产出 高达210篇 这个数据真的是十分的惊人 那如果他有这麽多的商业合作的话 王思佳一年的商业合作收入 可能会有多少呢? 那虽然我没有请王思佳报价过 可是我过往也有跟他差不多 知名度的艺人合作过 所以大概可以拆掉到他的报价范围 以王思佳的知名度来说 我预估他代言合作费用 一年大概会落在100到150万之间 我们就算的保守一点 三个代言一年就是300万 那IG跟脸书的合作呢 我们预估一篇大概是10到15万之间 我们一样用比较保守的10万去估计 他一年FBI加起来有188篇 要扣掉28篇是代言的合作以外的 还有160个商业合作 也就是说他的贴文合作 一年大概可以带来1600万元的收入 最后是Youtube的影片 一年总共有22片 那扣掉代言的那个还有21片 平均一篇我们估计15到20万元 一样估计比较保守用15万元算 一年的Youtube收入可以到315万元 所有合作项目加起来 一年的收入高达2215万元 不过这个数字绝对还是低估的 因为王思佳还有不少商业活动 我是没有办法记录到的 这2215万的收入到底有多少会受到影响呢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 王思佳都和哪些类型的厂商合作 还有他的合作性质 我们会比较好做判断 那哪些厂商在找王思佳呢 王思佳的商业合作范围包山包海 非常的厉害 那再来问题就来啰 哪些厂商可能会选择不再合作 我们要先知道这厂商的态度之前 我们先知道厂商找他合作 主要在买什么 一般来说厂商看中三种东西 第一个是买他的形象 第二个是买他的流量互动 第三个是买他的带货能力 对于全台湾知名的品牌 或是国际品牌来说呢 首先合作基本门槛就是形象 也就是说 如果他的个人形象出现了问题 厂商就会形象不合作 那为什么会有一些厂商 还是选择继续合作呢 你可以观察到这两周 还是有一些厂商的商业合作继续进行中 无论是FB或者是IG的线动等等 虽然数量上有变少 可是厂商并没有跑掉耶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这些厂商在形象流量 还有带货能力当中 他重视的是带货的能力 你可能会很好奇啊 王思佳在事件之后 他还有一样好的带货能力吗? 诶!答案绝对是肯定的 带货能力还是很好 你可以这样理解 你去菜市场买菜 大家可能都觉得 诶!这个老板呢 可能个性不太好 他亲戚朋友都不喜欢他 可他的货品质就是很好 价格也很公道 对于这种老板 大家会怎么处理 大家会一边骂他 一边跟他买 所以对消费者来讲 只要在价格合理 品质没有问题的状况之下 很大部分的消费者 他就算不太喜欢这个艺人了 他还是继续会跟他购买东西 所以呢 有些厂商也许不是这么高的知名度 他也许没有这么高的形象包袱 在业绩优先的考量之下 只要王思佳的带货能力还是不错的 就算成效稍微下降一点点 他还是愿意继续合作的 那短期的这些合作案减少了很多 是不是真的对他带来重大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稍微修正一下 厂商是不想要合作了 还是只是在观望? 我个人的判断是还在观望 想要继续合作的厂商可能还是希望等到风波过去之后 再继续合作 可是现在这个风波很难过去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王思佳他本人并没有针对这件事情 做一个很好的解释、说明或者是道歉 很多还在观望的厂商 虽然他不一定有全国的知名度 可是他对于合作的形象 他还是会担心受到影响 如果王思佳他没有好好的面对、说明或者是道歉 无论是粉丝或者是网友恐怕都很难买单的 我们现在都知道各方的态度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稍微评估一下一开始的问题 也就是王思佳他一年到底会损失多少钱 我们刚才大概评估了大品牌占了两成的合作量 这些可能大部分都会跑掉 那还有八成的合作案我们要评估嘛 那目前我们已经看到有部分的品牌选择继续的合作 但大部分都还在观望 我预估最悲观的情况之下 还会有三成的会继续合作 最乐观的情况下 可能还是会有八成的厂商愿意合作 所以预估下来一整年的损失的范围 大概是八百万到一千六百万之间 那他要怎么样做可以来控制这些损失呢 我觉得如果好好的道歉的话呢 这些的损失可能可以控制在大概三、四成以内 我个人会十分建议王思佳可以好好的说明 或者是道歉 那如果道歉呢 虽然等于直接承认错误也留下一个记录 但整体来讲可能还是力大于弊 他只要好好的说明清楚为什么会有假包的状况 代购那边他未来打算怎么处理 目前的假包打算怎么处理 对于过往的言行和个人的态度上面 他有哪些反思 他未来事情会怎么去做 他把这些交代清楚了以后呢 有很高的机率消费者是可以接受的 大家并不是真的讨厌他 大家想要看到的是一个态度 至少解释清楚了之后 不会永远的有一个负面的形象 或者是质疑在那边 那另外呢 就是王思佳本身的能力其实在于带货 所以事情如果讲清楚了 带货的能力还在 那未来这个生意还是很有可能可以做回来 因为厂商最在意的是带货能力 对于全台湾知名的品牌来讲 虽然他注意的是形象 但如果他未来形象也没有这些问题了 还是有很好的带货能力的话 这个风波过了以后 可能一两年后大品牌还是愿意回头的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道歉 或者是说明做的够好的话 一两年内可以救回来的生意 甚至是五百万到一千万都有可能 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 我过往没有很关注到王思佳 也是最近才观察到相关的新闻 作为一个沉迷已久的艺人来说 他拥有非常高到不可思议的网路互动率 甚至是他还有自己的YouTube频道 这很大的程度帮助他的演艺事业提升 同时也可以帮助他的网路声量 这是很多的传统艺人做不到的事情 对于这一点我非常的佩服 同时我也观察到他的商业合作 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在介绍这些产品 而且他事后还会帮厂商做一些抽奖 抽奖的这些后续的额外曝光 想必也没有多收钱 那我觉得以艺人来讲 愿意做额外的曝光这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的大方 怪不得会有很多厂商 非常愿意跟这一位艺人去做合作 何况我们如果评估他的报价 还有他的互动数 还有他的带货能力来讲 他的CP值真的非常的高 我要建议不要忽略 网路上消费者的反弹力道 网路消费者对他事业的帮助有多大 现在的反弹就有多大 他的事业可以做到现在这么好 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 他来自于网路世界的影响力 所以现在的讨论 既然没有办法灭火的话 如果拖过去永远都还是会被记得的